大家好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王山 今年25岁 毕业的学校是英国阿斯顿大学 学历是硕士 今年这是2019届 2020届的应届生 OK 谢谢 想找一份投资助理 对 和你的专业是对口的 在阿斯顿大学 我认为是我来到国内之后 最基本的一个岗位 选这个专业的想法 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投资分析专业 其实这个专业还是蛮难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选 所以说他还是要慎重考虑 大部分人都没有毕业 大部分人都没有毕业 很多人 这个是在国外学 投资分析专业的基本情况吗 是的 它是因为它是在英国排名 是Top3了 就是这个专业 Top3 对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哪家企业是你心仪的意向企业 黑洞资本 黑洞资本 对 还有吗 其他的吗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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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你乐什么 星空资本 那你居然是做分析投资的 投资分析的 那你刚好说一下我们两家公司呗 就你做了一些调研 然后你感觉我们两家公司 的差异性在哪里呢 OK 就是刚才我说过就是我收费公司十分困难 我来的时候也蛮匆忙的 就是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 像这个黑洞资本它主要是有 有几项业务是那个 房地产一个投资 还有一个是 股权私募 还有一个是策略性的一个投资方向 我大概是看这在最上一样 完了之后 星空资本我实在是找不到了 所以说我就不太确定 就我就一直没有做出一个明确的对比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呢 其实达了有点减分 首先你对于这个 你说你要做个调研 但是确实你不管怎样 哪个公司可能如果说你不好去查 但是他个人以他的背景应该是能查到的 然后你对你今天就没有查到 然后另外关于我们公司 其实你对我们业务的描述是不正确的 我其实有点不太清楚他认为的投资助理是什么 我想是提供一些关于一些公司的一个潜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分析报告 相当于基本面的 航研的是吗 对对对 航研研究 那航研其实也分比方说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 因为我看你原来 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 对 但你知道吗 我们两家都是都是VC VC是不直接做二级市场的 这个问题 对吧 杨荣你说说 你们在招这个投资助理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啊 一般投资助理的话 其实他如果是看他是应届毕业生还是有工作经验的 如果是应届毕业生的话 我们确实对学历对学校是有一定要求的 但如果说是他有经验的话 我们可能对他的学历就不会那么看重 他应该还没有就业过 对但有个问题是他留学回来有差不多 我们刚刚也在讨论了 回来有差不多一年了 一年时间他都没有工作啊 所以你是没有去找呢 还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一点就是我家那个地方 它稍微的有点偏远 怎么说呢 其实我父母是要我在等这个毕业证下来之后 再去找工作 这个理由我觉得很难让人接受 你其实现在互联网那么发达 不管是天南海北 其实上网很容易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说很多找工作的人 现在大二大三都开始找工作了 你是等我毕业证下来以后再找工作 那时候你的机会在哪里呢 你自己做投资的 你应该知道这个道理 其实段东问的也是我想问的 就是你在校期间也没有出去实习过吗 在英国期间 其实家里面还是蛮惦记的 就是还是需要 不是家里头惦记是惦记你过得好不好 那个陈不衡也是留学生 家里惦记是关心你学习的怎么样 吃的吃不惯 住的怎么样 我是因为他们想我就是每个学习节目的时候都要回家 那你平时在学校学习期间不可以找一份兼职或者说出去实习一下吗 我其实就是因为就是还要保证这个自己的学习这个成绩还有一些方面 这事我反正是不太理解他这个逻辑可能我没有出国留学这个经历 我不太理解 对时间就像这海绵里的水几几种是有的 不会说是勤工俭学或者做一些创业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业的 我在韩国我在韩国当时读书的时候 打工创业最后考考试毕业的时候是中国留学生里并列第一 好的 不会影响的 我也能理解他因为他就一年的一个硕士 其实可能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去实习的他要完成这个学业的话 然后我看他回哈尔滨好像还是做了一份实习的是吧 两个月的样子 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呢 因为那个公司他是 首先一点是合并了再次我在等毕业证 那你之后这一年在干什么呢 因为是其实是海洋在等秋招 秋招 但这个没有必要啊 你一个学投资的人 你随便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资源也好 你时间成本也好 对不对 还是在等 因为就是五月份那个时间 其实公司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 你把所有的责任都甩在别人身上 你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吗 主观上不是个积极的人 我自己就这么认为 我觉得我自己性格还是比较偏向于稳定认真 考虑很久之后才去做出一个合适的决定的人 所以说做事情之前要充分地做好一个准备 行 那你跟我们说一下 在这一年当中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一年我是其实在学CFA课程 然后在考一些证件 像证件从业资格证 我刚来的时候还考基金从业资格证了 对是这样 什么时候考过了吗 刚考完 过了吗 其实还差一门 还没有过 为什么还是在考试呢 其实过去这一年 全球的资本市场就证券市场 是极度活跃的状态 你有自己比方说做一些行业 甚至做一些操盘 哪怕你说没有钱 做一些模拟仓 我是自己是有了 再一个就是 因为我一下就注意到 他写的那个 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朝九晚五 然后稳定 那我觉得来说 作为一个学金融行业的人 然后希望朝九晚五稳定 那我觉得其实做银行会更合适 对对 你在证券市场想这样太难了 我觉得你应该走出来 小伙子 我想 我现在没有精力 所有那两家企业 再想问你什么 问不出来了 你连一点点的这个从业的 相关经历都没有 来用你那个投资分析学到的模型 来分析一下 你今天那个投资 这个东西我是特别喜欢讲的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我这样讲的是 我想学 我想学一些 关于讲一些模型方面的东西 正常的像我平常会考虑一些 像公司的一些 一些行业 一些背景 历史 像一些新闻 还有一些并购 管理层的关系 你的模型 像6PE SWOT 波多武力 这种模型 去对公司再进行 更好的一个外部分析 内部分析就相当于是 利用一些数学模型 除了除了之外还有很多 我只是说了一句 王山 我稍微打断你一下 因为大家也未必真的听 是因为 你讲的都是教科书上的 好 我们第一轮到这里来企业家 通过你们的灯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再次感谢你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 好好 谢谢 欢迎